二战结束后 殖民地居民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共同目标 就是要争取自治 当时的钞票也反映了这股情绪 虽然钞票上仍有女王的肖像 但是钞票上的海峡殖民地区字样已被去掉 1903年就是Queenie Isabel 他登记的时候 就是全部从一块到一万块都是用他的照片 他的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的前面就是有Queenie的人像 后面他主要都有他十六个州的盖章 这个前主要也是在兴马跟文莱可以使用 1959年就出盘船的跟他扭车 可是那时候是他要脱离英联邦的时候 马来西亚宣布独立了 就开始用这个1959年的旁船了 然后面是那个六角星 那等到那个1961年一个十元就出来了 水牛的 特别是这张是马来西亚财政部长 华人财政部长的陈修信签名的 这个一直用到新加坡独立分家的时候 他们就停盘 1965年新加坡独立正式脱离马来西亚 两年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 也取消了共用货币系统发行自己的货币 就是独立后我们就有四个系列的草票出来 第一个系列就是无计划的草票 然后接下来是鸟系列 接下来就是船系列 到之后这些就是人头系列 我最喜欢的系列就是那个湖基华系列 它设计都是很美 市面上也是很多人在收藏这些 因为它的设计很美 以国花来为主题 宁静山、Walking水跟韩旭仙盖营 他们都是新加坡财政的部长 下一个系列是属于鸟系列 它是从1976年到1986年 主要它是以鸟来设计 各同不一样的面子 从一块到一万块 不同的设计 然后背后是以港湖基设计 签名的是韩旭仙盖营 那是当时的财政部长 下一个系列就是属于船系列 它年代就出1987年到1997年这样 它都是以船系列来做主题 签名了 然后后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设计 它也从一元到一万 它的面子是在这边 连着签名方面 它之前有那个Kawking水签名 然后接下来就是胡志导签名 两块钱的特别就是 他们怕那些老人家就是误会以为是失败 每次找钱找错 就是有一点投诉 最后他们就改变成紫色的两块 就是进入这个第四个系列的纸钞 就是以人头来代表 就是说这个人头就是以Yusho Isha 来代表 连它的水线也是有这个特别的 就是也是有一个Yusho Isha在里面 面子是从二元到一千 连一万是很罕见 是很少的 主要也是由那个吴之到签名 潮起潮落 新加坡700年的货币史 反映新加坡在国际航海界 悠久的中心地位 也让我们了解一个帝国的兴衰 和见证一个国家的诞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